我來問一下各位請問你有沒有聽過RSS 有嗎 有沒有同學有在用的RSS 或者我就問另外一個問題問你一下 請問你現在有沒有在用我的最愛 就是我們講書籤的功能 你有沒有後功加力三千 因為每個都是我最愛 看到這個也愛 看到那個也愛 每個都收納收納 到最後你的我的最愛沒有很亂 有嗎 而且 更重要是很多連結都不見得 有些網絡機都不見得 那搞不好還有重複的最愛家庭買 這樣累不累 很累 所以以前做皇帝不是那麼好幫的 對不對 後功加力那麼多 好那所以其實像我現在我的最愛其實我用的很少 那你說 那些網站那些資料怎麼辦 那還有一個情形呢 各位 平常你開網頁之後 你會去幾個網站 去收集你想要的資訊 所以社群想要的資訊就是說 除了打開我的首月設成雅庫之外 可能大部分大家第一個就是去收 沒有 沒有現在 大部分同學都上FB比較多 還有Line 對不對 但是在這兩個地方整理資料好不好整理 老實講應該不太好整理 他是比較使時間式的 所以你的時間 隨著時間他的資料就一直往後退 往後退 所以有些時候其實你要去做整理 反而相對是比較困難 那麼 透過這個RSS呢 我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 我平常現在是用這兩個 這兩個 好你看 其實就好像我的一個入口網站一樣 那你用哪一個其實都沒有關係 你覺得 合用就好 我這個網站呢 總共我訂閱了 不知道多少 大概一兩百個網站 所以其實現在 我 打開之後 我每天要收集資料的話 我不需要去哪個網站 看有沒有根據 哪個網站有沒有看 有根據 你看你們之前用我的最愛的經驗 我的最愛的話 你只是 有想到曾經加入 是告訴你找 那就是組織 可是他有沒有根據 你不知道對不對 比如說哪個網站 有沒有新的文章出來啊 那那些你都不知道 那在這邊不用 因為只有新的文章 有新的東西 他哪會跑出來 所以 像我在這邊 我重整一下 這邊已經有25個新的 好您可以看到我在這裡 有來自這個網站的 有來自這裡的 也有來自這邊 有沒有發現都來自不同的網站 對不對 那我進來就全部 看清楚了 就看清楚了 所以呢我會在這邊 去看 看哪些網站有做更新 因為平常 大家如果很勤勞的 你打開網站 上網之後 我們要看這個 看那個 有時候東跑西跑 會不會很累 很累 而且有時候會忘記 哪個地方沒看到啊 好那所以呢 其實像 我在這邊 我會向上去做 那 如果呢 我覺得很重要 我就幫他加上新號 甚至我在左手邊 我都會做分類 比如說你看喔 像在這裡 我會幫他加上標籤 在這邊 我會幫他做標籤 像我現在這個是數位學習的 如果我發現這個是屬於 有沒有有其他的 關鍵字的 我會把他歸納 把他歸納 那歸納有什麼好處 因為這個就變成我的知識庫 變成我的知識庫 所以你看喔 今天如果我想要找的 是某些關鍵字 比如說 我在這邊 我想要找跟視覺設計有關的 都在點一下 我的教材裡面就會找出跟視覺設計有關的 全部都列出來 全部都列出來 這樣子我們再找 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我往下找 你看 像我在這邊 跟APP的 或者是 跟我們這個教學有關的 不知道一點全部都會列出來 我就很大早 當然我也可以直接用關鍵字 去找我想要找的 資料內容 雖然他來自不同網站 可是我要找的話就很快 直接在這邊就解決了 所以其實這個 你們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RSS 你一般在網站上會看到 尤其像什麼 像部落格 你一般看到部落格 通常都會有一個圖示 這個 這個 有沒有看到這種 有沒有 有些網站也會有 那我們只是利用 您現在講義上面看到的那兩個網站 去做蒐集 去做蒐集 去做訂閱 好那這個 物資新的技術 這是 主動推播 也就是說平常人 你可以訂閱電子報 訂閱電子報 如果念很多家 你要找 也會很不好找 對不對 然後呢 你要找資料 也很難找得到 所以呢 你可以透過這個 透過這個叫 RSS 這種叫 RSS 好 那 你只要把他的 比如說你要針對所有的 發表的文章 那他才有新的文章 他就會主動通知 你其實也不算主動通知 就是你利用那個 網站呢 他就主動去找 看看 每一個網站裡面 新的 資料 如果有了 他就會自動列在上面 自動列在上面 所以其實 我們現在收集資料的話 你占用這個RSS 其實是一個很方便的服務 方便服務 這個是 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了解一下說 什麼叫做RSS 那另外一個呢 這個也是一樣 Beatly也是蠻有名的 蠻有名的 這個 像這樣的一個 收集的一個 網站 所以聽到我兩個字都 一起用 我平常兩個都會一起用 那 我比較喜歡 這一個叫做 I know reader 這個 因為他有標籤的功能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標籤 我可以 針對 新的資訊 我可以給他不同的標籤 這樣以後我再找資料的時候 會更方便 然後更方便 而且他有 簡體中文 雖然沒有翻譯中文 但是有簡體中文 至少 你在看的時候呢 可能會覺得 比較好看 這個是我們在 收集資料之後呢 可以使用的一個方法 給各位稍微參考一下 就好看